哈利利亚,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三节至三十节 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三至三十节 大家都找到了吗?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大家都找到了吗?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三节 当时尼布贾尼萨匆匆大怒 吩咐人把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带过来 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 尼布贾尼萨问他们说 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 你们不是奉我的神 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 是故意的吗? 你们在听见脚、笛、琵琶、琴、舌、声 和各样乐器的声音 若俯俯敬拜我所造的像 却还可以 若不敬拜 必历时扔在烈火的窑中 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对王说 尼布贾尼萨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神 既或不然 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当时尼布贾尼萨怒气天凶 向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变了脸色 吩咐人把窑烧热 比寻常更加凄备 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 将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捆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 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 因为亡命紧急 窑又渗热 那台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等人 都被火焰烧死 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这三个人 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 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 急忙请来对某士说 我们捆起来 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 王啊,是 王说 看啊,我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捆绑 在火中游行 也没有受伤 那第四个的相貌 好像神子 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进烈火窑门 说 赤高神的仆人 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出来 上这里来吧 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 一同聚集看着三个人 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 头发也没有烧焦 音上也没有变色 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尼布贾尼撒说 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差遣十则 救护依靠他的仆人 他们就不尊王命 不尊王命 舍己去身 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 现在我降旨 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 半读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之神的 必被灵持 他的房屋必曾奋堆 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 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 和我们一起来祷告 万君知主我们的神 原本是只能永远在烈火当中被烧死的那些所有的罪人 但是主是为了来担当起我们所有的罪 主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因着他所留下的宝血 让我们得到了拯救 愿每个人此时此刻都能来向主悔改 愿主来饶恕他们所有的罪 愿主来为他们敞开所有的复活的道路 来信主的人 来依靠主的人 今天 愿主 主为了来让我们能走向复活之路 神来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之名 但是我们虽然知道耶稣基督之名 我们时常是在彷徨当中 主啊 愿主来怜悯我们所有的一切没有信心的你的子女们 此时此刻愿每一个人都能去悔改那些软弱的信仰 愿每一个人都能因着主的引导 能进到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国 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的子女 愿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新的重生 主 愿每一个人都能得着主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些祝福 主啊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通过今天的礼拜 能明白主的话语 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依托于主的圣灵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利亚 2011年3月11日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吧 大家都没有忘记哪一天吧 2011年的311那一天 在那一天呢 在属灵方面呢 是那一天呢 也是在属灵方面呢 我们的教会呢 也是在神面前呢 得着认证 并且让我们呢 有个新的开始的一天 2011年3月11日呢 下午两点多呢 发生了日本 东北大地震 并且在那时候呢 东北部分呢 都是发生了很大的海啸 在东北地区的工程 以及福岛那个地区呢 发生了很大的灾难 那么因着那个影响呢 在日本的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人呢 他们都是马上离开了日本 并且有很多很多的那些宣教士们呢 他们也是离开了日本 当时呢 我们通过新闻等各种媒体呢 也是知道了 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媒体 那时候呢 在东京的 以及在东北地区的 有很多的那些韩国教会呢 采遣宣教士的那些韩国教会们 他们也是 所有的宣教士们呢 他们都逃回韩国 并且 教会呢 都完全是 都是关门 并且剩下的几个圣徒们呢 他们是只有是 只能是去咖啡厅 他们几个人聚集在那里做礼拜 还有几个教会呢 小教会呢 他们联合起来在一起 献上礼拜的 那么我们不看 这个阴子海啸 在别的地方所受的影响 但是在看教会这方面呢 我们也知道 阴子地震及海啸 那么有的教会呢 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我觉得就这一个现象呢 也是感到一个非常 就是说 应该是感到很伤心的 但是 从那个 自从地震发生 开始之后呢 我们的教会呢 从那地震发生之前为止 神所给我们的那些 我们所应该所走的那些道路 从那个地震开始之后呢 神来为我们又 为我们又开启了一条别的新的道路 并且神确信来让给我们 一个新的更宽敞的一条道路的 还有掌握天地万物 以及掌握灾难和所有祝福到我们的神 正是我们的神 才是全能的 祂是掌握着世上一切的 那么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呢 都要来显现出我们的信仰 就是说在神面前呢 我们要摆出我们的信仰 我们只能是来依靠我们所有的神 我们所有的事情呢 都要来依靠 来相信我们的神的 那么无论是在哪里 站在神那一边的 真的来依靠神的人 才是真正胜利的 才是真正蒙福的一个世界 那么在3111大地震的时候呢 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们又可以发现了一个 很多的新的一个一面 还有呢 通过那一个地震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一切呢 我们所有的所有的一切 也都在神的手中 并且从那时候开始 神又为我们开启了一条 别的新的道路的 谢谢各位 在真言第26章当中讲到 没有 就是说没有 没有理由的咒诅的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 神不会无缘无故的 就来给你咒诅 就来给你那些苦难的 正因为 你在那里有问题 因为你发生了问题 因为你有原因 才会有那个结果的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 就是说 没有 没有理由的祝福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神会按照神所看到 所听见 所领会的 看到的你们的信心 来给你祝福 来给你胜利的 因着你的信心 谁会给你祝福 谁会给你生命 谁会给你约定 并且在那个约定当中呢 神会来赐给你 那些所有的 那些约定的 如果没有什么原因 没有根基 正是因为有因为 才会有所以的 所以呢 在神面前 在神那里呢 我们一定要有确信 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有确信的 比如说 我现在 你如果我们知道 我是 违背了神的话语 我是犯了罪的话 那么 你需要因着这个罪呢 你要去悔改的 你不要说 哎呀 没事吧 可能是没事吧 你不要曾经说 是可能可能的 如果你说是知道 你这个是罪 你违背了神的话语的话 那么 因着这个罪 你就要担当起大家 所以呢 你要去悔改的 还有 我们要让神去喜乐 我们要所有的事情呢 都要来取悦神的 那么所有的事情 如果是真正按照 神的道去做 真正按照神的真理 去做的话 那么一定会有 那相应的祝福的 在这一点呢 你也要有确信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你不要光想好的 也不能光想坏的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详细地了解 圣经上的这些话语的 圣经上的话语呢 是像蜜一样填的 在审判当中 那么在圣经上呢 也记载着那些 怎么样会受审判 怎么样会受灾难的 那些话语的 在圣经上呢 已经是详细地来告诉我们 好和坏的结果的 他是没有伪善 他是没有隐藏 在圣经上是 确确实实地 记载了好和坏的 这个结果的 所以来给了我们自由意志 让我们自由选择 并且让我们 因着我们的自由意志 我们的选择呢 来选择是选择祝福 还是选择走向灭亡的 那这不就是 耶稣基督呢 讲的那些真理的讲道的 耶稣基督呢 并不是说 成天光讲那些好听的话 光讲那些甜言蜜语 给你听的 那么在教会呢 也是同样的 你们不要光想来教会 只想听好话 只想听那些甜言蜜语 只想听那些 安慰你的那些好话的 那么在圣经上也讲到 那些话语呢 也都是 往后会发生的事情 并且如果你违背了 圣的话语 怎么样会发生 怎么样的事情 那些也会讲那些 苦的 那些不好听的话的 那么是为了让你 不接受那些苦难 和不接受那些咒语呢 所以呢 一直是给我们讲那些话语的 所以在圣经上呢 你们一定要详细的 好好去听 圣经上的内容 你们也好好地去听 去理解 去明白 然后呢 不要光 要听那些甜言蜜语的话语 你们如果光听那些 好听的话语的话 就像是喝那些毒的 那些饮料一样的 那么在站在神探牌的 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会因着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在这世界上 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 去实践的来决定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你不要埋怨神 你也不必要埋怨你周围的人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决定呢 都是在于你的意志 都在于你的决定的 都在于你的实践的 所以呢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所走的 那么你的人生是因着 你走哪一条道路 而走进哪一个门的 神会看每一个人的信心的 并且会看着你的选择 并且会看着你的信仰 他会看你会选择哪一条道路 神会看你会选择哪一个世界 然后呢 才会给你 因着你的信心所得的祝福 有的人呢 在外表看来 我们会看到说 他怎么成天也没有做什么呢 怎么就送那些祝福呢 那是你的判断 那么如果在神那里得到祝福的人 那么就说明 他是在哪里 是种下了蒙福的一个种子的 没有 没有根据的祝福的 如果你没种的话 是不可能求收的 这是神的真理 如果你没有种的话 是不可能得到求收的 神不会来诱惑你 说 没有 没有根据的 那些祝福的 在通过患难的时候呢 我们的教会呢 连疫苗都没有动摇过 我们的教会呢 是没有一点一点的彷徨过 在那时候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也是 一直是给那些 露宿者给分饭吃的 就是在311那一天呢 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呢 正好是我们在上野公园 给那些露宿者 讲完道之后 给他们分饭吃的时候 那天呢 发生地震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公园的时候 我们的那些大的 那个客车呢 货车呢 大货车呢 也都是在那里摇动 并且那个 在我们旁边的 那个大树呢 有3米多宽的 那个大树呢 它也是在那里 吱吱吱吱地响 整个建筑物呢 都是在那里摇动的 但是我们的 我们教会那些 侍奉者呢 他们分给那些 露宿者的人 分饭的 那个手呢 是没有停止过的 我们没有停止过 并且我们没有彷徨过 在那时候呢 我们也是 一直来做神的事情的 如果你在那一个时刻 彷徨 惧怕的话 那么你会被魔鬼所诱惑 你会停止 那么你来相信神的 这个信仰呢 就会消失的 如果你做神的事情的话 那么神一直会来保护你的 你的一根头发掉下来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 都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那么在大灾难的时候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的话 谁都是不可能来伤害你的 因着我们的信仰 我们成为了神的子女 我们来跟随着神的时候呢 我们来按照我们的信仰走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的话 神是不可能来让我们 在那个大灾难当中死亡的 神会来看我们的实践 神会来看我们的行动的 然后呢 因着我们的行动呢 来赐给我们祝福的 那么发生了那些 这个日本的自然大灾害之后呢 在那之后呢 我们一直是 我们的教会呢 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的 我们在外神田的那个教会呢 就开始要搬家了 那个教会呢 是非常非常旧的 是非常 是很老的一个楼 在那时候呢 我们来我们教会的人呢 因为那教会太老太肮脏 所以呢 来我们教会的人呢 一让一给他们饭吃的时候呢 一般的圣徒呢 他们都说不想吃 他们说 哎太脏了 一看你们教会就太脏了 不想来教会了 所以呢 有很多的人说 一来教会呢 因为有很多的露宿者 就是会有很多的异味 并且给他们吃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不会吃的 大部分的人呢 他们都会就是说 谢绝我们给他们吃的食物 并且他们就会说去看别的地方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教会呢 在那时候呢 因为是一直让几百个露宿者呢 来教会就是说做礼拜 来教会教堂里面做礼拜 所以呢 可能是在那教会里面呢 是会有异味的 在那里呢 我们一直坚持了11年 在那时候 我们在属灵方面 一直是真正是忠诚的来 做主的事情的 在那里 我们没有停止过一次 然后呢 就在那一年11月 就在2011年11月呢 我们就搬家去 我们就搬了教会 去 新桥的一个新的地址 就在那一年呢 我们看到了神兽 为我们开启的道路 从外神田 搬到这个新桥的时候呢 我们的房租一下就涨了三倍 所以呢 可能是 当然这个房租一下涨了三倍的话 一定会因为这个房租呢 会担心的 当然 我们 我可以说不是担心 但是一定会有担忧的 但是有一 那时候我们正在为担心的时候呢 有一天神 我在梦当中 神就出现在我的梦当中 神就对我说 你 为你的 这个教会的房租担心吗 你为何要担心 你的房租 这个教会的房租呢 当时我就明白 啊 教会并不是我所担心的事情 我们的神掌握了一切 给 赐给我们的也是神 拿回的也是神 我们这世上的所有的一切规律 也都是掌握在神的手当中 并且 说停 说走 都是我们的神 讲与我们同在的 也一直是神的 所以 311大地震的时候呢 在发生大海啸 在发生 呃 那些大灾难的时候呢 我们的教会反而是更加复兴了 因为 我们的神呢 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通过那件事情呢 也是知道了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同样的时候 同样的场合 同样的一个地方 同样的日本 同样的一个自然灾害 有的教会呢 他们是完全是 就是关门 有的教 有的牧者完全是 呃 逃跑 并且有的教会呢 完全是衰弱的 但是我们的教会呢 是更加复兴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 信仰 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 一定平常 我们平常呢 一定要去实践一个正确的信仰的 我们要 我们的信仰呢 要得着神的认证 直到神友们做功 神友们同行呢 我们一直要去实践的 就算是同样一个教会 就算是出席同样的一个教会 但是为什么有的圣徒 他是一直是 去得到神的使用 一直是得到祝福呢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 他的 有的人的信仰生活 他就觉得越来越累 我一看他的眼就可以知道 有的人呢 他眼睛就 来教会就想 哎呀能来教会 能不能得到什么呢 能不能得到什么安慰的话语呢 有的人 有的人他的信仰生活呢 刚开始他的信仰生活 可能是非常非常的火热的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 马上就成为了一个躯壳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那是因为 他没能得到神所赐 给他的真正的祝福 和神真正的能力的 他是一直是用自己的能力 去寻找去努力的 所以呢 他只能是干枯的 亲爱的各位 或许 有的人说 他说是信主的 但是他所有的事情 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念 和自己的行动 去做呢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信仰生活的 那么 这样的人 如果他所做的是正确的话 如果他 每个人 如果按照自己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念 去生活的话 那么可能神 就不会拆遣圣灵 来到这里的 神为什么要拆遣圣灵 来引导我们呢 如果我们 有能力 去按照我们的意念 去做事情的话 那可能是不需要圣灵的 正是因为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呢 神会拆遣圣灵 来引导我们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 去进到天国的 来战胜 这个世界的 所有的力量呢 是在耶稣 主耶稣当中的 坐在神的宝座 坐在天国的宝座当中的 我们的神 站上这个世界的 也只有是我们的耶稣 耶稣基督 也现在坐在宝座当中 并且耶稣是拆遣圣灵 来引导我们 来保护我们的 我们虽然说是 相信主耶稣 但是能站上这个世界的能力 我们是没有的 所以呢 神是拆遣了 圣灵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引导我们 圣灵是神的灵 如果没有神的灵 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话 那么 我们是不可能来信主 我们是不可能来 真正的来仰望主 来依靠主 来按照主的 自己去做的 我们正因为 有正确的信仰 那是因为 圣灵的引导 才可能 才有能力 去这么做 正因为有 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同在 我们才可以按照 神的道理去做 圣灵的旨意去做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 和同在 做工的话 那么我们作为人 是不可能 有正确的信仰 来跟随着圣灵 因为我们是 没有能力的 我们如果没有 圣灵的引导的话 我们只能 是输的 如果是在 好的情况下 好的条件的话 可能会 非常的高兴 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但是一旦有 不好的事情的话 就马上会变 我最不喜欢的 这个脸色 就是说 说是信主的人 但是 他的脸色 马上会变的 这种人 一给他好的时候 他就会 脸色非常好 就会给他 那些好的 并且他会说阿门 但是 一有不好的时候 条件一不好的时候 他的脸色 马上就会变下来 黑下来 他就会变得 非常的可怕的 那是因为 他没有圣灵的引导 那是因为撒旦在他心中 那是因为魔鬼 在附在了他的身中 所以呢 如果我们不领受圣灵的话 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的话 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信仰的 如果我们没有 圣灵的引导的话 只能是成为 那些撒旦 狮子的 食物的 我最不喜欢看的 大家也可能是知道 大家也可能是同样的 不想看的 就是尸体 比如说你们看到一个死猪的话 你们可能会想 我可能会吃猪肉的 你可能会感到非常的高兴的 你如果看到一个死鸡的话 你可能会想 哎呀我要做一个 我要把这个鸡给顿一下 你可能会感到高兴的 但是你如果看到一个人死去的话 如果看到一个尸体的话 你可能会马上离开 你可能会不想看那个尸体的 所有的人都是会那样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生命 如果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的生命 和那些热量的话 那是只能是变成一个尸体 那是最可怕的一个形象的 但是我们的 现在活着的人呢 也是同样的 如果没有神的恩惠 和神的圣灵的话 那就像是看尸体 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我想说的 意思呢是说 在神看来我们也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信仰 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引导 那就像是我们看尸体 一样是同样的 神会非常的伤心的 有一天神让我看到了一个异象 我看到有一个 有些人呢 他们从电梯下来的时候呢 他们来到教会呢 并不是来到神的一种形象 所以呢我就在电梯面前呢 给有些人呢 给他们整理这个衣衫 还有给他们整理头发 我看到有些人呢 他们是衣衫不履 他们是非常非常 是不好的形象来到神的 所以呢我就在电梯门口呢 我就给他们做整理 我就说你们不能这样 衣衫不履的来到教会的 那有一天呢 几年前呢 我是看到了这样的异象的 为什么呢 那时候呢神就说 他是非常的痛苦伤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人 就算是来到了教会 但是他们其实是没有信仰的 就是说 一三不履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的信仰是不足的 他们的信仰呢 是神所不喜悦的 那么神所 在神那里呢 神是会充分的来给你们祝福的 但是有的人 他们是不适合来得这个 来得这个祝福的 我们的信仰呢 并不是神所给你的 而是我们的信仰呢 是我们自己去努力去实行的 你不要按你的标准 去做信仰生活 而是要按照神的这个标准 来做信仰生活的 我们的信仰呢 是不可能我们自己来拥有的 所以呢神会应着圣灵 来赐给我们信仰的 我们要去祷告 求神所给我们的信仰的 我们的信仰呢 也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呢 我们也要去求 我们每个人要去努力 去争取 来求这个神所出给我们的信仰 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仰的祖先 他呢是把这个 他的儿子以萨呢 他生了他的儿子以萨 以萨呢神的约定 那么 他在上了以萨 得着以萨这个儿子之后呢 他以萨呢 长到了十五岁 非常 非常 帅的一个青年 那么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呢 神就 去 来测试了 这个亚伯拉罕 让亚伯拉罕呢 把以上呢 来献给了神 作为繁祭 但是因为神 为了要来看 亚伯拉罕的这个繁祭 神不可能说 给亚伯拉罕的 没有根据的这个祝福的 神为了给这个 亚伯拉罕祝福呢 所以呢 神就命令亚伯拉罕说 你要把这个 你的儿子伊萨来 献给神做繁祭的 所以呢 亚伯拉罕就把 他的儿子 要 砍下 就说 要献给神做繁祭的 那时刻开始呢 神就 自制了他的手 神说 我知道了你的心 我知道你的真正的信仰 所以呢 神就 真正 永永远远地 来赐给了亚伯拉罕祝福 他的指数万代 都是蒙福的 那么 有很多的人 但是有的人呢 但是有的人呢 他们说是相信主耶稣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 真正按照神的道 神的引导去做 所以呢 他们只能是在 埃及地呢 一直是彷徨的 但是亚伯拉罕 就因着他的一个行动呢 他是得到了 神的认证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呢 也是要得到神的认证的 以色列的民族 神引导以色列的民族 来出埃及 来引导 来让他们在旷野 待着十五年的时候呢 在旷野旁 黄四十五年的时候呢 那么 直到最后来 进到迦南地的人 直到最后 进到祝福之地的人呢 只有是 约瑟亚和加勒的 还有那些新时代的人 那些旧时代的人呢 都是没能进到 那个约定之地的 但是在 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呢 神就对他们说 我会引领你们 到迦南之地的 但是在那个 两个世代的人当中呢 只有两个人 就说 第一代的人当中呢 只有两个人 才可以进到 那个迦南之地了 那么那些 在中途死亡的人 他们为什么 没能进到呢 进到迦南之地呢 那是因为他们 他们没能按照神的道去做 在希伯来说当中 详细的讲的 他们在那里呢 一直是 在那里不平不满的 神的约定 神的祝福 神的约定呢 现在还剩了一段时间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 之期间呢 有很多的人 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意念去做的 如果我们没有 如果现在我们 不拿正确的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的话 那是不可能 来到神的面前 不可能进到 约定之地的 因为现实 就是这么残酷的 大家想想 在旷野当中 来坚守你的信心 这是多么多么 困难的事情吗 在那里呢 每天每天 从天下 只掉下来麻辣 并且从盘水当中 只能是出来泉水的 那么就是说 在那时候呢 是条件是 非常非常的艰苦的 那么在艰苦当中 在那非常艰苦的 环境当中 要守住自己的信仰 那是非常非常的空洋的 在那时候呢 并不是四年 而是四十五年 那么在旷野当中 没能守住信仰的人 你认为他们是 真是太差劲的人吗 你们想一想 如果换住我的话 换住我们的话 怎么会这么做 如果我沈云斯牧师 其实我想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难 如果我当时在那 我也会觉得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因为在那时候呢 我们好好地想一想 可以知道 那时候的条件呢 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 那么约水亚 他们如果没有正确的 真正的艰苦的信心的话 是不可能进到 甲南之地的 在三百万人当中 他们是得到了神的约定 但是没有几个人 可以进到这个约定 之地的 那么在 在扫罗王 扫罗王 和扫罗 以色列的所有的军民呢 他们看到对方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对方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呢 有很多很多的军队的人呢 他们都认为对方是非常强大 所以他们是感到非常的害怕 那么他们认为 他们对方是个子非常的高大 他们觉得是不敢 他们是不可能胜利的 但是 在那当中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少年 是梅清木秀的这个大卫 他是没有穿这个假衣 并且他没有拿着这个武器 而是拿着一个弹弓和几个石头呢 就去了这个对方 敌人的这个地方 其实大卫呢 他并不是只依靠这个几个石头去的 大卫说 我是来依靠万军之主 我们的神来到你们面前的 那就说明 在那所有的军队当中 拥有真正信心的 只有是大卫的 然后呢 少年大卫在那之后呢 就得到了最大的祝福 少年大卫呢 他进城的时候呢 以色列的百姓呢 他们就来赞美大卫 说这个大卫是可值得称颂的 在以色列人当中 他就像是一个会心一样 所有所有的外民的百姓呢 就来赞美这个大卫 因为大卫是赞赏了这个敌人的 他是因着他的信仰来 打败了这个敌人的 当时所有的百姓们都惧怕的 那个个子高大的那个敌人 但是只有是大卫 是因着他的信心来到了神的面前的 来到了那个敌人面前 来打败了他们的 因为除了大卫 是没有几个人是有正确的信仰的 所有所有的人 他们不想去实践这个信心 成天只是想坐着在哪里得到祝福 那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想 我们每天每天这么来祷告 要是我是父亲的话 我肯定是会来马上给他的 但是有时候会想 马上会想 难道神比我还小气吗 难道神比我还不好吗 并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虽然是打告 但是为什么没能得到应允呢 那是因为我们所求的 并不是现在按照神的旨意去求的 神是会看到我们所有所有的一切的 神是会看到我们永远永远的一切 来再给我们永远的 并不是说马上 只是看这个眼前的 并不是说会看 只是看眼前的 比如说我的孙子 喊他的妈妈的时候呢 他的妈妈会马上回答的 并不是说 只是看眼前的 我们的神呢 是会看我们一切 是会看我们永远的 我们现在向神去祷告 现在就算是没有得到永远 但是那一切都是由神的计划的 那么我们的 并且我们的神呢 是有全能的能力呢 来永远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 他是巴比伦的这个王 巴比伦的王呢 他们是侵略以色列的王的 这个一个 这个一个王 那么巴比伦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 那么当时被捉 胡捉的这个 这个代音里呢 当时这个 萨德拉米撒亚 伯尼哥呢 他们是 被抓的一个 就是就像是人质一样的 那么 他们被抓来之后呢 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 就造了一个金像 让这个三个人呢 来敬拜 让所有的国民都敬拜 这个 这个一个金像的 说如果你们不拜他的话 我们就会有 通通杀死你们的 但是如果 就算是在这样的 艰难的环境当中 如果没有信仰的话 可能是不会去 守住自己的信仰的 大家想一想 一般的火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火热的 但是 这个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 为了来杀死他们呢 是 马上 是让这个手下的人呢 把窑烧热 并且这个热度呢 要比寻常要更加七倍的 是 那就说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那有多热呢 就是说 来靠近这个火窑的 这个人呢 都是被火焰给烧死的 那就说明 那个火焰 那个火窑里面是更热的 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那么 他们看到 他们把这个三个人 给扔进这个火窑里面的时候 尼布加尼撒王 也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是看到了四个人的 原本是只要靠近火窑 也都会被烧死的那种热度 但是 被扔进这个火窑里面的 这个三个人呢 他们是并没有被烧死的 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看到 在那里面是有四个影子的 它是非常非常惊奇的 他看到那个四个影子之后呢 这个王呢 也是非常非常惊奇 他也是完全不敢相信 这个眼前的一切的 他说 我们刚才不是把这个三个人 扔进这个火窑里面呢 我们怎么看到四个影子呢 我们为什么看到四个人 在那里 是 在那里行走呢 并且这个 并且有一个相貌是 好像是神子呢 所以呢 就尼布加尼撒王 那就非常非常地害怕 他也能是感到 非常地受了惊吓 所以呢 他就说 你们就从火中出来吧 我们从此开始呢 也会来称赞你的神的 那么这个 萨特拉米萨 亚伯尼格 他们三个人 从火这个火药当中出来之后呢 他们是没有伤一点 并且他们连这个头发也没有烧焦 衣裳也没有变色的 他们是因为 他们表现出了自己的信仰 他们是把他们的信仰呢 还表现给神看了 所以呢 他们最后呢 是得着了在巴比伦 比在巴比伦更高的这个职位的 亲爱的各位 现在呢 我们是说过在和平的世界当中的 那么在和平的世界当中 你们是否是真正地显现出 你们的这个真正的正确的信仰呢 为什么 又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们的脸上马上会憋 又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们就马上会不守这个主日 你一感到不高兴 你们就会不来教会 就不来做礼拜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们的脸色会马上变黑 原本应该来教会做敬拜的人 但是没有来教会 因为有了一些金钱的关系 金钱的问题发生 有的人就说 我不去教会 我不想去见那个人 为什么有的人 因为这些小小的事情 他们的信仰就会马上会改变呢 有的人就会来给牧师打电话说 牧师 因为我跟谁打架了 因为我跟谁有金钱的那个不好的关系 我不想去教会了 那时候呢 我看到这样的人的脸色 真是比神还要可怕 如果你不比神更厉害的话 你怎能可以这样大胆地 说不来教会做礼拜呢 就算是要献上生命 我们也要来保守我们的信仰的 但是为什么因为很小的事情 你们反而是在那里摇动 你们不来做礼拜呢 那是因为你们 就算是在和平的世界当中 都没能守住你们的信仰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正确的信仰 就算是放下所有的事情 就算是豁出性命 就算是死了 我也要守住我的信仰 就像是今天的 这个撒大拉米撒亚伯尼克一样 我们要一直保守我们的信仰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在这和平的日本 在这和平的世界 就算是有一点事情 就马上是不守住他的信仰 那么这样的人 如果发生什么样大灾难的话 如果发生有什么样的不好的事情的话 那么他们的信仰会怎么样呢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没有一个人会有这样的 轻易动摇的信仰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虽然是信主 但是他们还是 他们的信仰还是马上会摇动的 在座各位 来问大家 尼姆加尼沙王 他是见了这个金像 金像之后 让所有的金像去敬拜 大家想想 那么这个金像是属于撒旦呢 还是属于神呢 当然是属于撒旦的 真正献身的人 是不崇拜偶像的 那么我们要真正的来守住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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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再往后开始 大家和我的人生呢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 哪些大的灾难 或者是打的逼迫的 如果发生大的灾难的话 可能有很多的人会逃跑的 但是你就算是逃跑 你认为这个逃跑逃避 你可以是生还吗 但是因着你的逃避 你可能会走向那永永远远的 那个地狱的 那么你现在选择哪一条道路 所有的选择权是在于你的 神呢是让 这三个人 萨特拉米萨和亚伯尼哥 神是在什么时候来帮助他们呢 是他们被扔进火摇之后 才帮助他们的 那是这三个人 在被扔进火摇之后 才帮进他们的 并没有说他们三个人 在火摇之外的时候 神就帮助他的 那么问题就是在这里 有的人呢 说神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你为什么不帮助我 但是说 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你如果真正来表现出 你的信仰的话 神是会与你同在的 我呢来相信耶稣之后呢 我星期日没有 我星期日没有守主日呢 只有一次的 那是有一次呢 是我不知道 那个教会呢 有第二 有二部礼拜 所以呢 第一部礼拜 有一次迟到 没能去之后呢 我不知道那天 有第二部礼拜 如果我知道 有第二部礼拜的话 我就会参加了 所以呢 我从相信耶稣之后 只有那一次 是没能守主日 守主日的 那么主对我们说 你们要守主日的 你们要坚守主日的 那么你们不守主日 那就说明你是要离开神的 你是要远离神的 那这就是罪的 那么罪的代价就是死的 你们要知道罪的代价 到底是什么的 有很多的人 他们是没能守主日 他们不知道不守主日 也是会 也是一种罪的 所以呢 他不知道自己的罪 是现在是更多了 那么你们的罪 什么时候要清算一下 你们什么时候 要算你的这个罪呢 你们什么时候 要真正的 来算一下你们的罪 来悔改你们的罪呢 如果我们每天每天 去悔改我们的罪的话 那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一直不悔改 让你的罪 一直在那里压着的话 那么这个罪 是越来越多的 如果你不知道 你现在做的也是罪的话 那么那个罪呢 也一直会 是会压着的 那么呢 我们不去悔改我们的罪 那是我们的不对 那是因为我们 没能明白我们的罪 没能去悔改我们的罪 今天在巴比伦的 在巴比伦 这三个人 能守住他们信仰的 这个三个人呢 并不是说是非常特别的人 其实我们所有所有的人呢 都应该是 来显现出我们的信仰 来显现出我们的信仰的 我们的信仰呢 并不是说在一瞬间 是拥有信仰的 我们的信仰呢 要一直去求 去求 我们要每天每天去求 然后呢 要让我们的信仰 渐渐渐渐来击掌的 那呢 直到我们的信仰 能有个好的深度的话 这在这里呢 是需要时间 是需要投资的 以色列 曾在审判呢 以色列的四二个民族 支派的时候呢 这些人呢 他们为了耶稣呢 他们是离开了本土 离开了民族 他们是把所有的一切 来献给了神 他们是把所有的一切呢 来献给了神 都来依靠了主 那么 只有是真正显现出 这个信仰的人 他们才可以是 站在耶稣的面前的 神才会来祝福他的 如果你们明白 圣经上的内容 再去做信仰生活的话 那么 你自己是会自发的 会来按照神的道具做的 亲爱的各位 你们每个人也都希望 来在这个世界上 得到成功吧 那么你们想在这成功 你们就会去努力 你们就会每天每天去 去求去努力的 那么同样呢 我们的信仰也是同样的 我们每天每天 要去积攒 要去求 要去祷告 你不要说 哎呀 神要来给我免了 这事多好啊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越困难的时候 环境越恶劣的时候 我们要越去求的 因为我们的神 是会靠我们的信仰之后 才给我们的 越是困难的时候 越是艰难的时候 我们要是更加的去求的 那是因为 越是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去求 神的信仰和神的能力的 不要说 哎呀神的 我现在困难点 我现在艰难点 我现在去休息一会儿吧 你不要这样 你如果这么走的话 你是自逃坟墓的 在巴比伦的这个地方 他们是被抓成人子 他们呢 被抓到这个王的时候 你不讲尼沙王 就建了一个金像 让他们去敬拜那个王 那么可能有的人说 哎呀神啊 你就给我开条路吧 你就饶死我这个吧 我就马上就拜一下 然后就可以 我并不是说不信你 并不是这样的 神并不是说 行啊 我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而是说 神一只会来看我们的信仰的 有的人说 神啊 我现在快要死了 我现在太难了 我现在真的快要死了 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是更加是要需要神的这个能力的 越是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要更加的来依靠神 来求神 来献给神的 然后呢 直到得到神的认证 我们一直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能力的 为什么呢 越是艰难的时候 我是越需要神的能力和帮助的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我们要去求圣灵 来赐给我们这个能力 所以呢 正因为我们 圣灵正是为了来帮助我们 才来到这里的 软弱的人 孤单的人 越是这样的人 艰难的人 他们是需要圣灵的引导和帮助的 那么是为了来帮助这些人 圣灵呢 是代替了耶稣 现在在这个世上引导我们的 但是有的人呢 一有困难的时候 哎呀神啊 我就休息会儿 我不去教会了 其实这是越走越难的 越是困难的时候 你要更加的去求神的能力 去求神的祝福的 你更要拼命的去求神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如果不走正确的信仰生活的话 在这里呢 一定会有很多的误会的 亲爱的各位 我们的人生并不是 在这个世上的人生 并不是 仅仅 是永远的人生 就是说在这个世上呢 仅仅是一百年 长了可能是一百年 然后呢 之后呢 是永永远的活动的 不要有的人说 哎呀我现在已经是老了 我现在已经是老了 没多长时间了 所以呢 我应该是休息一会儿了 但是你越 没有多长时间的人 是越要努力的 那么年轻的人呢 你们为了你们不进到 那个属于撒旦 和属于魔鬼的道路呢 你们要更加拼命的 去努力 你们不要再彷徨 不要在那里动人了 你们要依靠 你们要把你们的人生 来托付给神 在这里呢 我们如果不努力 不拼命的话 那是不行的 如果有的人很晚 就说刚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迟到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 感到冤枉 你就应该更加加速的 别人都比你 信主信了更早 那么你是信晚的话 你要更加拼命 更加加速的 但是有的人 牧师一对的说 你要累点 你就休息一点的话 那么有的人 会感到高兴的 但是这其实是害你的 如果神对我们 这么说的话 那就像是 等于抛弃你的 就像是 遗弃你是同样的 如果 谁让你说 你休息一会儿 你走吧的话 那你应该感到生气的 因为他是想 遗弃你的 我们要按照 属灵的想法 去明白属灵的意念 我们要明白 属灵的这个世界 那么就算是 穆斯顿说 你不要来教会了 你还要更加 拼命的来 就算是 穆斯顿说 哎呀 你打告的时间 没事 你不用来 你就在家打告吧 你反而要生气的 你反而要说 你要拼命的 要来教会 做打告的 这就是属灵的法则 这就是胜利的法则 这就是蒙福的一个法则 但是有很多的人 还是没能明白 我们也对着说 你加油吧 你要更加用心的 去做的话 那么有的人就说 穆斯怎么成天 给我负担呢 穆斯为什么成天 要来让我做 这么重的事情呢 但是其实这是 你的灵呢 是在那里哭泣的 如果你一直在逃避 逃避的话 你的灵 是在那里哭泣的 因为我们的属灵的想法 和属于肉体的想法 是不同的 是相反的 哈利利亚 所以呢 在圣经上也讲到 你们要谨醒祷告 你们要有耳去听 有的人是有眼 却不能看到 有眼 有心却不可能领会 有耳却不能听的 你们要谨醒起来 祷告的 我们一定要祈祷圣礼 哈利利亚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加油 我们的祖 已经是计划好 要在日本呢 来做好秋收的 那么在 可以改变你们的 命运的这个重要的时机 你不要说 哎呀慢慢来吧 要休息一会吧 这样的人是不行的 我们一定要拼命 我们要 拼死拼活的 要更加的努力 要加速起来 我们也要来准备好 我们的信仰 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好 我们喊耶稣之后 一起来祷告